穿上黃衫 今年十七歲的克里斯特萬八 跟著希臘北部球隊 塞薩洛尼基阿里斯一起訓練 目前擔任得分後衛或前鋒 這是一支甲祖球隊 萬八的身份又很特別 他從剛過來 而籃球讓為了逃離故鄉的暴力 貧窮跟政治衝突的萬八 有了翻身的機會 因為太窮 萬八經常餓肚子上床睡覺 在非洲足球是主流運動 萬八身高兩百公分 長得太高踢球並不受青睞 他十四歲時突然理解籃球是他的生命 這份熱愛讓他大膽追夢 自成鋼鐵般的紀律 二零一五年 萬八十五歲 剛果執政超過三十年的 長期領導人恩格索 提出有爭議的公投 以解除對任期的限制 得以競選第三個總統任期 導致首都布拉薩維爾暴力頻傳 萬八也在政府一波掃蕩中 被關進大牢幾天 獲釋後對自身安全感到恐懼 決定獨自逃離 除了衣服 只帶了生命中 第一顆籃球踏上危險旅途 先抵達土耳其 並湊錢赴給人蛇集團 搭船行進愛琴海 前往希臘 之後萬八被希臘海巡署救起 送往萊斯沃斯島莫利亞難民營 期間寧可錯過用餐時間 也要練球 每天跑二十公里 直到有一天 萬八的天賦被地方球隊 艾斯特拉斯新度的教頭發現 便邀請加入 一天練八小時 萬八的球技突飛猛進 他甚至請教朋友 在世界知名 專門挖掘籃球新秀的運動產業 籃球網艾斯聯達設立帳戶 將自己的籃球影片上傳 萬八的服從 合作 聰明 熱情 跟願意嘗試的特質 獲得希臘前第一中鋒 帕帕多普洛斯的助益 之後還成為萬八的導師 萬八目前還沒有合法身份 不能上場比賽 他入隊文件正在跑流程 核准通過後 將從籃球冠軍聯盟資格賽打起 而這趟追夢之旅 使他已經四年沒有跟家人聯絡 他每天看NBA影片 模仿偶像勇士隊的凱文童 主任 目標是打進NBA 那天到來時 他將把家人接過來 實現自己從非洲到歐洲的籃球夢 記者 黃韻玲報導